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漢堡湯瑪蘇 又是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人Burger 開始之前都是那句 我不是什麼權威不是什麼博士 我和你們所分享的 只是一些已經證實 而又可以在網上 和書籍之中找不到的 正確健身科學資源 再用一個深入展出的角度 跟大家吹一下水 今天這集的內容 就是承接之前Progressive Overload 和增機不一定力氣這兩集引生出來的 無論大家是初接觸健身 或者是接觸了健身一段時間也好 你們心裡面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究竟應該用什麼的重量去訓練 才能夠達到最理想的增機效果呢 這個概念大家都應該很模糊 大家是不是都想著 總之我越做越重 不停的Progressive Overload 那就已經會增到機大隻的 沒錯 這樣想是對的 但問題是 你想不到你什麼時候用什麼重量去做 又會太輕不夠刺激機肥大 而什麼時候會做得太重 導致只能夠刺激到 控制力量發揮的機緣纖維 但又刺激不到引致機肥大的機張質 究竟重量應該是怎樣選擇的呢 如果你有看過我上集探討力竭的片段 你會記得我講過85-90%的One Web Max 是可以在不力竭的情況下 立刻動用到高門檻的運動神經元 去有效刺激肌肉增長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每次都執著著這個原理 用85-90%的One Web Max去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每組只能夠做到兩至三下 最終的總訓練量根本都累積不夠 而正正因為這樣 健身時負重多少 並不是一個促進肌肉生長的唯一因素 而還有另一個重要元素 就是肌肉整體承受張力的時間 也就是Time Under Tension 我們經常所講的節奏、4010、離心收縮要多少秒 向心頂峰收縮又要多少秒 都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剛才也講過了 如果負重太大是會減低執行的重複次數 令到肌肉承受張力的時間都縮短了 相反如果太輕 雖然肌肉承受張力的時間會更加長 但因為刺激不到高門檻的運動神經元 那就浪費了 因此我們要在受力的大小和受力的時間中找到一個平衡 而最佳的平衡點就是75-80% 在2009年 英國洛定咸大學中一個叫Kuma的研究員 跟他的夥伴研究 測量健身後肌肉組織裡面 蛋白質的合成量是跟什麼因素有關的呢? 其中發現當負重到達了1-1的20%,40%,60%和75%的時候 肌肉之中的合成作用分別增加了30%,46%,100%和130% 但負重達到最大肌力的90%的時候 肌肉的合成作用只能夠增加了100% 相比起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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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成作用 還要差發重 好理論當中 permissions 但是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 整段學講到最重要的重點是 就是找出你那個動作的One Web Max是多少 例如你Auto的One Web Max是300磅 你One Web Max的75%就是225磅 所以如果你的訓練組下數是4組乘以8下 那225磅就是你訓練的建議重量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告訴你 做得很重是不一定有用的 反而是用一個可以承受到75-80%的最大重量 在符合Time Under Tension做到有足夠訓練量的下數情況下 是最能夠刺激到肌肉的增長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重量估算和program安排的法門 但如果要一次我講完就一天都不會講完 而大家也不可能會吸收得到 不如跟我一樣一起循序漸進慢慢學吧 最後還是要說回來 健身來說不是每次一帶科學出來就屈你肌 一定是這樣就適合了 但亦都是因為人體是很複雜有過億種不同的事例 所以正正科學就是用來將這些複雜的東西 變得可以理解和明白其原理 經驗和科學是缺一不可的 今集就是這麼多 拜拜 臨走前如果覺得這集的資訊好看又幫到手 記得給個like 再share給朋友 follow我們instagram 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鈴鈴 下次出新片第一時間你可以知道 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說下想看什麼 我們進做